英王娛樂重點女新人珍樂童 英王娛樂重點女新人珍樂童 未入行前是一個網紅 為何她當初會有做KOL的念頭 之前都是做演員奴 當時讀書有很多不同的興趣 因為有做作品 我本身讀Fisho Art 本身自己對特技化妝很有興趣 當時就看Walking Dad 然後又看外國特技化妝節目 自己喜歡搞搞搞老 那一年來 我開始Youtube那一年 其實就是剛剛香港比較聖行 我就覺得不如給多個藉口 自己可以經常性練習 因為如果你不練習 你沒有一個藉口 其實你每年只有聖誕節 不是聖誕節 還聖誕節才可以化 那時就問了老師 不如開一個頻道 有人看的話是好的 沒有人看就當作紀錄 那就開始做了 現在做藝人很難賺錢 有沒有擔心收入不夠KOL多 我個人看得很開 因為我以前可能做網絡 人們都會覺得我賺很多錢 有稀則女神之精的珍樂童 看上去很柔弱 其實性格所望還有少少固執 都可以這樣 難搞、紋失 還有自己的原則 看看怎麼說 到現在 我都盡量 我沒有說是一個目標 其實是有什麼機會來 先做好一件事 然後將來我又不是很怕書的人 因為本身在讀書的時候 我當作演員 然後其實拍YouTube 又是另一個不同的世界 YouTube和歌手 又是另一個世界 到時真的混不上去 最低薪金 幾十元都不會死 我覺得香港是不會 只要你肯做 你就不會死的一個城市 入行做歌手 無奈 很快就被傳媒拍到 跟遊學修拍拖 珍樂童 有些固執的性格 跟男朋友都很合 聊天 我覺得無論什麼關係都好 聊天很重要 那跟遊學修拍拖 很快就被傳媒發現 會不會有壓力 可以說是沒有那麼大壓力 又或者是都有壓力 因為沒有那麼大壓力 都不是你選擇的 公開了 如果沒有壓力 就是都公開了 那我就可以專注在 自己工作上的發展 就是不用問 是不是 不是 是不是 現在就是專注工作 就可以了 是否跟遊學修有共識 不說那麼多感情史 我想始終大家都做這一行 尤其是我自己是新人 我不想一出來 是掛著 人 不要掛著 誰都好 始終你說 雖然我公司是 一間大公司 但我也不想抹殺了 公司給我的 一些信任 或者一些投資 因為我入了一間大公司 所以我得到這些 我都盡量做好自己本分 就是想靠自己 珍樂和剛剛推出了首張個人EP Mimi 裏面四首歌都有不同的風格 不知道大家又喜歡她唱哪類型的歌呢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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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